把它的那个什么 贸后以前的东西把它去掉 当然有个线索就是根据蓝会名称的长度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1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2再插入到那个文字类的 那个MID函数 MID函数会有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的文字 所以把刚刚的公式贴到test 就是这些嘛 这个里面的字 那star number 的话根据什么 根据LEN 所以我用自己LEN 牵挂符 根据我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的长度 那它会是四个字 所以我要冒号下一个字 冒号的再下一个字 所以这边要加多少 应该要加2吧 OK 有没有 四个字 五个字 第六个字开始 然后问你第三个问题 你要几个字啊 OK 那你可能几个字的话 你不是要再算 对 不过后来我发现 不用那么麻烦 你输入99就好 突然怎么99从哪边来 意思是说后面我全部都要了 因为刚好他后面没有别的啦 那如果说你算的数字 比如说他可能只有10个字 那99后面呢 反正他就算到10个字 多的他还不会理你就对啦 反正意思是说后面我全要 我给他一个大于那个长度的数字就OK了 这是最简便的 因为你不用管 不然的话刚开始我还是傻傻在那边算说 到底应该怎么算 比如说那个几个字 然后再加再扣掉几个字 不用了 太麻烦了 这样就OK了 按确定看看 那等一下还有个问题 按确定之后 这个D1我待会会向右 也会向下 所以我向右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变嘛 D要变成E E要变成F 有没有 所以D前面不能锁 但是向下的时候呢 你不能变2 不能变3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在D1的前面 锁一个前的符号 如果没有锁的话 他会变成说 他往下一个变2 那不对了 OK 所以这概念一定要有 关键的地方 这个没有做的话 也不会正确 应该看得懂了 应该不困难 反正就照这样的方法 基本上 应该保证做得出来 所以不用急了 你关键的地方掌握住 你一次就做对了 按确定 向右 向下 全部OK了 最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D1到 再选 点两项 他又自动调整栏宽 这样就OK了 当然另外的话 还有其他的方法 把它复制一个 Ctrl 键按住 我这边把它改 而且你可以再用另外一个 叫 Indirect 这个函数也OK 因为他其实还蛮重要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用Indirect的话 改一下 插入函数 顺便讲一下那个Indirect 因为 V轮数之外蛮常用到就Index 其次可能就Indirect 而Indirect 如果你不会的话 很多事情也做不出来 OK 因为还蛮常遇到的 OK 简式参照里面都会挨开头的 Indirect 这个 在Index下面这个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的问题非常简单 A1这个可以空白 反正A1永远指A1 主要这个 RF指的是参考 Reference Test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抓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过来 特别注意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抓的是B2 所以你这边直接点他一下B2 不过如果你在按确定应该错了 他找不到 主要错的地方在哪里 记得在B2前后 要加上双一号 它有点像是 在VBA里面的那个Range物件 你可以指一个 你也可以指一个范围 也就是说Indirect 它可以带一个资料过来 也可以带一整个范围资料过来 它真的蛮像是Range 所以如果你类比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像是VBA里面的Range物件 那Index就比较像是那个Sales物件 它只会抓一个储存格 有没有 哪一链的哪一栏 蛮像的 所以有的时候 Index做得出来 Sales也做得出来 那Indirect也做得出来 Range也做得出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抓什么 抓第一个过来 所以在下面这个的话 应该就变成 过来的话就是 这个是Red Indirect 双引号B2 隔壁这个应该是 应该就变B3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然你 不是叫你用这样改 如果你贴上的话 这边把它改B3 打个勾 过来 可以了 然后再来B4 B5 可是问题你要再贴嘛 贴到它为时间的啦 有没有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2 3 4 5 变出来 变出来之后的话呢 有没有 然后到33嘛 2开头 所以这个有点像Index 刚刚做的开头的地方 就是请你先产生什么 产生刚刚的那个 Column Column Column这个 所以其实 甚至你也可以拿这个 来参考一下 比如我拿这一个 然后直接 签等号 等于这个 是不是多一个 这个好像 对这个是多的 OK 但是呢 它从1开始嘛 所以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减3 对吧 变成减2就可以了 然后向右 向下 到33 OK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 串到那个 Indirect的后面 前面都是B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步 应该看得懂 我在做什么 第二步的话 一样 把这个减下 插入那个 Indirect 刚刚这个 那这边的话 就是先B开头 串接什么 后面的东西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变成 它会先产生2 那因为遇到end 他会自己再帮它 换成文字 因为end一定是文字 然后再跟B串在一起 那穿在一起之后就变什么 变B业了 看得懂的意思吧 OK 所以这个概念清楚之后 后面蛮多地方就很简单 OK 好了之后按确定 然后呢一样的 向右 向下 这四篮一样的 把它拉宽 但问题还是一样 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再做一遍 你就学会用Indirect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意思 OK 那这个如果做完之后 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刚刚呢我们稍微快一点的就把index跟indirect 这两个重要的函数跟各位做介绍 那如果你类比的话 比较像是indirect有点像是range物件 index有点像sales物件 但是其实这两个蛮好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未来如果说你的出生的公式 假如太复杂的话 好像刚刚已经有点太 有点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如果你那个公式太长 说真的 第一个 很容易做错 第二个太复杂 你最后也会无法 去 那个 把公式正确的把它执行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复杂的事情 还是建议用VBA来玩 所以待会也许你们可以 再试试看用VBA